南韓后任总统尹锡悦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 谈到南韩去年与美日印澳四方工作组 只有在疫苗方面进行合作 尹锡悦希望能够扩大合作范围 包括高科技领域和气候问题 除了加深与四方安全对话的合作 尹锡悦也希望美韩同盟有更密切的互动 不同于文在寅 尹锡悦对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 展现积极参与的态度 在今年三月曾经呼吁澳洲支持与南韩合作 因习悦前一天和印度驻首尔大使朗加纳坦见面时 也呼吁印度支持南韩 同为印太地区的关键成员展开战略合作 接下来美韩领导人峰会将在五月下旬登场 外界预期双方会在去年文在寅与拜登共同宣言的基础上 增加当时未提及的合作内容 新唐亚太电视江紫阳编译 对应订阅与拜登共同宣言